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高市古山区两间汽车保养厂金层起火,包括一辆保时捷,BMW,纳志捷等车子遭波及烧毁,保养厂车修电脑损毁严重,损失上百万元,住车厂附近棚子的正姓,男子及时掏出或是近一小时或控制,居民怀疑有人纵火,警消着手调查或警员因,已厘清责任。 今晨6点30分左右两家车厂之间草丛传出大火,火车窜出高达三楼层,消防局出动7辆消防车持网灌旧,附近住家75岁正姓,男子及时掏出,索性两间保养厂内没有住户,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,其中一间保养厂内停放待修的保时接超跑,BMW进口车被烧毁, 另一间保养厂内的纳志捷车辆也遭波及,损失惨重。 警一宵共20多人赶往灭火,古山分局也派人疏散,警戒所幸无人伤亡,正姓男子怀疑是电线走火,但警消表示,这么大的火是不像电线走火,附近居民则怀疑有人纵火。 警方不敢大意会同火调人员展开调查,希望紧速厘清其火原因。